前方即将进入急弯 他会刹车 他不会变道 他会刹 他会在装筒前刹 哎 小杨老师 为什么这么仇胖呢 哎 几年前我买车加了39000的功能 现在一台不到15000的车 他都有了 没错 我说的就是这台宝具云朵 他和大疆合作的这套 零锡自驾2.0系统 他不仅是支持高速的 领航辅助驾驶功能 而且还能够通过记录路线 去实现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 同时他还支持记录车 这么高级的功能 真的是一台15万不到的车 应该有的吗 那刚才我也设了好多项目去考他 怎么考都考不到他 那他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他的高速智能领航辅助的表现 这次试驾 我们在上海的高架上 一共开了接近100公里 经历了车流量较少的顺畅路况 也经历了往高峰的拥堵 雲朵这套零锡自驾2.0 最大的优势是 它不依赖高精度地图 仅通过B1V感知 与车机导航信息 即可完成高速智能领航功能 所以可以覆盖 全国各个城市的高速高架和城区快速路的同时 还不存在高精度地图数据 断点的问题 这次在上海的高架上也是全程可用 时速覆盖0到130公里每小时 整个常用区间 并且反应非常灵敏 开启自驾状态下 一上高架就会自动切换成领航辅助状态 在顺畅的路况下 这套系统没有受到任何考验 表现非常稳定 自动变道非常积极 就算当前车速只是比设定时速慢了5公里每小时 它也要变道超车 而且打凳变道的动作非常丝滑 不会让你觉得它有任何的迟疑 但是又不至于让人感觉太激进 而觉得不安心 在需要出扎道时 系统会提前300米左右才并入最右侧车道 并且自动将时速调整到50公里每小时 以下这个场景很好地反映了这套系统的变道能力和进出扎道的能力 这个扎道非常复杂 系统在不到1分30秒的时间内一共变道7次才成功通过扎道 虽然路线比较复杂 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压倒流线的情况 系统提示要接管 但是最终系统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通过 要知道这可是没有高精度地图数据作为支撑的 纯靠视觉实时识别做出来的效果 可见宝骏与大江车仔合作的这套灵溪自驾2.0系统的视觉识别能力有多强 好 成功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晚高峰拥堵路况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这套系统目前提供的体验就要打先折扣了 主要的问题在于 它的跟车距离和跟车起步时的速度还是非常保守的 所以很容易被人插队 大部分情况下 它都能识别到插入的车辆 主动减速 当然也不是百分百成功的 所以在这种路况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人机构架 发现它起步慢了 跟车远了 搬它补一脚加速就是了 此时系统并不会退出 而是会进入一个等待模式 等人的介入结束之后 系统又会马上接过控制权 人机构架这方面 灵溪自驾2.0系统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很遗憾 这次活动我们并未能体验到云朵的记忆行车功能 也就是无法在城区里面实现领航辅助驾驶 虽然目前这个版本已经可以识别红绿灯 并且发出提醒 但是还是无法做到红绿灯自动启停 和在路口自动的左右转 目前我们测试了车型 用的还是工程版的软件 云朵上市之后 我们会在广州的测试路线上 再深度测试一次全量的功能 请大家持续关注 讲完了行车功能 我们再来聊聊泊车功能 这次云朵的泊车全家桶的体验 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 它不仅支持跨楼层的记忆泊车 遥控泊车 而且还支持循迹倒车 更重要的是 这个部分 它同样通过人机控架的方式 增强了这个功能的实用性 拓宽了想象的空间 云朵的记忆泊车和小鹏的那套比较像 使用之前都需要提前学习路线 进入停车场之后激活功能 开到你的目标车位 点击选择车位 就可以自动生成泊车路线 它并不需要你把车停进去一遍 这个功能目前支持学习储存10条路线 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使用 同一个停车场也可以记忆多条路线 同时它还支持跨楼层泊车 只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公里 跨多少层都可以 这次我们给它设置的路线就足足跨了5层楼 而且学习完路线之后 在路线中间的任意位置 你都可以开启功能 它的反应非常快 定位十分精准 开启功能之后 它的最高行驶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 过弯时基本会保持在6到10公里每小时 设定的时速还是非常保守的 而且目前这个功能还不能绕行车辆或者行人 遇到有阻碍时 它只会停车等待 使用功能过程中驾驶员可以随时接管 系统也不会退出 所以遇到特殊情况下驾驶员可以当他一把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停车场的导航来用 完全不需要它开 只需要它给你指引路线 这就特别适合去那些偶尔需要去 但是却总记不住路线的停车场 提前学习一条路线 以后去的时候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功能还可以反着用 从停车位开始记忆功能 在停车场出口选择一个车位生成路线 这样你又能得到一条导航到停车场出口的路线 比如我现在接管 您正在控制车辆 系统已退出控车 我是可以看到这个路线的 它其实可以做一个停车场的导航来用 就是有一些停车场出去的路特别复杂 我可以记忆一条出去的路 然后我不让它开 我自己开就完了 对啊 当然不要开太快 它我伤失 它就会退出 但一般人也不会在停车场里开30 然后你想要它开 你就可以继续 再发挥一下想象力 像我家楼下停车场非常的复杂 停车场有七八层 内部像迷宫一样弯弯绕绕 停车场的出入口还是分开的 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 我都需要去小区门口带他们进来 走的时候又要带他们出去 如果后续记忆泊车功能支持路线分享的话 我只需要坐在家里 把路线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技改变生活 所以尽管停车场记忆泊车这个功能 在现阶段看起来还不太实用 但是它却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次云朵泊车全家桶中 最实用的功能应该就是循迹倒车了 当用户驾驶车速低于30公里每小时时 系统会自动记录最后100米的行驶轨迹 用户挂倒档就可以选择激活功能 车辆会自动沿原路倒车 特别适合走错路 误入小胡同或者狭窄停车场的情况 为了验证这个功能的可靠性 这次我们特意设置了两个科目 第一个是过大弯 可以看到它应对起来显得非常的轻松 而且它并不是非常死板的按照原路线 原封不动的倒车 在倒车过程中 它也在实时测算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主动调整路线避让障碍物 第二个科目是行人横穿 可以看到它的识别也非常的准确 人出现在倒车路线上 它就会主动杀停 人一走开 它又马上恢复倒车 所以这个功能使用的时候 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 在这次试驾活动上 宝骏高调的喊出了 要做中国汽车自驾普及者的口号 经过以上这么多场景的实测 再结合宝骏云朵灵溪版卷到爆的 13万左右的价格 我觉得宝骏完全配得上这个称号 好了宝骏云朵灵溪自驾2.0就已经试完了 这么全的功能这么低的价格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那关于这套系统 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新能源车实测 我们很快再见